所以这种自发性的回应样本是一个很烂的样本 所以你如果要给人家填文件 你要做分析要做得好 你如果把文件拿到某一家公司的柜台放着 或者拿到戏板的柜台放着 那个都是不好的 大部分都是对那个议题有兴趣的才会缴回来 所以你会发现那个样本的出来的数据会有偏的 好那通常呢都有一个常用的方法就很容易有偏差 就是机会样本那机会样本就是什么 就是我先看到了前面几个人我先拉进来 那拉进来这种就是有偏的 就像我刚刚讲的如果打电话去做民调 我先问到了你叫你妈妈也来 然后叫你爸爸也来 叫你爷爷叫你奶奶都来 那这种就是把你遇到的先拉进来 那这种就一定会是有偏的 好那这跟刚刚那个例子是一样的 就是有一个海特 他写的书叫妇女与爱 然后他送了各十百千万十万 十万份问卷到各个妇女组织 那到妇女组织去 那这叫机会样本 他集中只有百分之四十五的人回应 并填打并填打那不管怎么样 这样抽回来资料就一定是不好的 这样一定是不好的 好像我们常常看到的call in 还有另外一种叫血印 血印现在比较不会看到了 血印血印是哪一本 他那个血印就是你手写一写 然后回应的 血印这种叫自发性的回应样本 他是有高度偏差的结果 现在好像不会有人有血印了 现在大部分都是 血印就是你放在那个问卷里面 叫你写一写再拖回去 现在大部分都call in 比较多了 像这个也是 这个叫做十大百年好声音 这个是在中华民国一百年的时候 所以是三年前的例子了 四年前三年前的例子了 这是2011年的 由翻属藤 为什么叫低瓜藤 我知道为什么了 本来叫翻属藤 然后把它翻成解底再把它翻回来 翻成解底就变低瓜藤 然后再把它翻回来就变低瓜藤 所以以前是翻属藤 好 他们有一种像 我们叫电脑化 然后电脑化你翻成解底会变计算计划 那你再翻回来之后还会变计算计划 他不会变电脑化 好 他在2011年民国一百年 就是2011年的时候呢 他有做一周的网路调查 然后调查出来之后呢 他认为声音最棒的就是张慧妹 然后再就周杰伦 再就蔡依林 然后最后一直等等等下去 然后呢 连张雨生邓毅军都记榜 好 好 到之后呢 有谁竟然没有 这个人竟然没有 连前十名都没有 江慧都没有 那为什么 好 他有下面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他每个有七票 所以可以灌票 对不对 好 来第二个问题是 大陆地区的民众也能够投票 来大陆地区的民众会投这个吗 看区域 像我在大陆郊在福建 不会哦 福建看得到 福建看得到亿兰话 福建看得到 世间期前面叫什么 前面那一片叫什么 天下父母星 天下父母星 还是天下第一位看得到就对 好 福建看得到这一片哦 因为他们会播 他们有一个福建电视台会播 但是只有福建讲闽南话 而且不是整个福建都讲闽南话哦 我去的哦 我去武夷山那个武夷学院 那个地方在明北 明北是什么 福建的北边 福建的北边讲的是明北话 不是闽南话哦 他们讲的话我是听不懂的哦 所以只有什么 闽南的人才会投江慧 对不对 其他人都不会投江慧 另外还有一种就是 只会上网投票的 那只会上网投票的 这时候你就会遇到一个困难 通常听 江慧哥的都是什么 都是你爸爸妈妈 对不对 阿公阿嬷 他们就不会上网 对不对 现在不一定哦 像前阵子那个很厉害 那个妈妈很厉害 有没有 那妈妈不是跟自己的女儿说 跟自己的儿子说了一推之后 说我是你妈 会不会马上招风手 好 可是其实你把你的妈妈 加到你的耐会怎么样 你的父母加到你的耐会怎么样 他又不会 追踪你的手机在干什么 他你妈妈如果问你说 哎你现在在哪里啊 有没有在宿舍睡觉啊 你就不要理他就好了 不是吗 对啊 所以应该也不会怎么样 好 来 好 可是呢 我们在这个真实社会上面呢 就是我们真实在实际上面 我们要做百分之百不偏 又独立的样本是很难的 不管你怎么做都一定会有偏差 就像你的民调 你的民调不管你怎么做 没有电话的人 你就问不到了 对不对 所以没有电话的人 就不在你的抽样的体测里面 另外有一种是什么 你还记得前一阵子有那个选举的时候 以前有啦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印象 选举的时候会有候选人 会去租一间空房子 那间空房子里面什么最多 就电话最多 装了十几支电话 为什么 因为他要增加他被抽到的机率 对不对 所以呢 他会拥有一个以上的电话号码 被选中的机率就会很高 所以你真正要做到 不偏又独立是很难的 所以呢 我们有时候会利用抽样底测 来得到随机样本 抽样底测 你看这个人把眼睛蒙着 有没有 我讲过了 他只有三根毛是什么 是数学家 或计计学家 对不对 然后呢 他在什么 他蒙着眼睛在那边抽样 对不对 在卡片上抽样 或者在像乐透机 放到骨头里面 有没有 这样子抽样 对不对 但是你要建立抽样底测又很麻烦 建立抽样底测是最好的 因为建立抽样底测 我就可以把所有人都列出来 我在从抽样底测里面去抽样 这样就不会偏了 但是建立抽样底测很麻烦 建立抽样底测要做一个很大的动作叫普查 就是我刚刚一直讲的普查 你要什么 警察 我们政府不是每几年就会做一次普查 对不对 警察就会到你家去问一下你家的状况 那要花很多钱 花很多钱 有些呢 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会有争议 像你要知道他的湖泊 那你要光知道什么东西叫湖泊 可能就会出现争议了 定义就会出现争议 所以有些情况下根本没有办法建立抽样底测 好 来 接下来这几个 刚刚那个是概念啦 接下来这几个你背一下好不好 诶 讲到背一下 我好像记得我上次有讲过 后面每一堂课都要请人上来写 常态恢复的公式 对不对 是吗 有吗 有吧 好啦 今天先不要好了 好 我们下次再看下礼拜就要了 那记得我每天都 每个礼拜都会抽一个人上来写 他的那个常态分布的公式 所以背一下 好 那我们的抽样方法有几个 来 抽样我们只会讲一点点 抽样真正的书很厚一本 所以你如果要考公务人员 而且要考跟什么 跟统计相关的 你可能就要念很厚的抽样的书 好 来 第一个简单的是 分层抽样 好 那分层抽样是什么 分层抽样就是把我的资料分成好多层 把我的样本分成好多层 像这个例子很好 这个例子是要抽大黄瓜 他要量黄瓜的长度 所以他把不同的黄瓜分成好多层 像这里 这一层叫做大蒜黄瓜 这一层叫烟青椒 烟青椒怎么放在黄瓜这里呢 奇怪 好 这一层叫做犹太黄瓜 这一层叫西阴度黄瓜 这一层叫调味黄瓜 这一层叫大黄瓜 那这边还有一层生菜 奇怪 那这边还有一个汉堡 他就是把什么 你想想看他是怎么分的 他把同样的东西全部聚集在一起 对不对 可以吗 所以分层抽样的原则就是 每一层之间的差异要小 记得喔 他把什么 调味黄瓜全部放在一起 调味黄瓜这边的差异就小 他把犹太黄瓜放在一起 犹太黄瓜的大层都差不多 所以每一层每一层的差异要小 每一层的差异要小 自己自己那一类的差异要小 自己层类的差异要小 层跟层之间的差异要大 你看 调味黄瓜跟西阴度黄瓜 跟额太黄瓜 他在画的上面呢 这每一层的差异都要大 真正的大黄瓜 画起来像大冬瓜 对不对 他差异要大 可以吗 好 所以呢 分层抽样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他把它分成好几层 我从每一层里面抽不同的个数出来 抽完之后就是我的样本 我的样本 他要保持第一个 就是呢 层内的差异要小 每一层 层内的差异要小 层跟层之间的差异要大 层跟层之间的差异要大 这个叫分层抽样 分层抽样 分层抽样 可以吗 这边讲这个太无聊了 对不对 因为都不用上来算 所以等一下是要找人来回答一下 分层抽样的重点是什么 好 另外一种叫重聚抽样 那重聚抽样是什么意思 假设我现在要做选举的民调 那选举的民调 我想要找人去抽样 找人去调查 那找人去调查的时候呢 如果又刚刚要分层抽样 我希望知道什么 不同学历的 那这时候呢 我就要什么 我就要把所有的大学生 全部集中在一起 对不对 大学毕业生 所有的高中 只有高中学历人集中在一起 所有只有国中学历集中在一起 这叫分层 对不对 你要做这个动作很难 你要把整个台中市 所有有大学学历的学生 大学以上学历的 不是学生啊 选民 全部集中到台中教育大学来 光这件事情就办不到 所以有另外一种抽样方式 叫做重聚抽样 那什么叫重聚抽样 我把我的资料分成好几重 分成好几重 然后呢 在每一重里面呢 他每一种人都有 就是呢 例如我把台中市分成好几区 每一区里面都有什么 都有大学学历的学生 都有大理学学历的选民 都有高中学历的选民 都有国中学历的选民 都有 所以每一层里面呢 什么样的人都有 什么样的人都有 所以这个做法变成什么 变成跟刚刚刚好颠倒 我每一层里面的差异要大 但是层跟层 不是每一层 每一层里面的差异要大 但是一层跟一层之间的差异要小 所以刚好颠倒过来 好 所以呢 他的做法是 第一个部落 第二个部落 第K个部落 每个部落里面呢 照比例去抽出来 所以你看大小都不一样 好 所以呢 他希望什么 每一层 每一层里面呢 他的资料的差异要大 丛跟丛之间的差异要小 丛跟丛之间的差异要小 分层是层内的差异要小 层间的差异要大 所以是有点不太一样的哦 好 再来 再来有一种叫系统抽样 那系统抽样 他画这张图 我觉得没有很好 我觉得比较好的不是这个 就是我们在看的 我刚刚讲的 我要知道这个物品 这个产品的良率不良 我这个罐头有没有密封 那这时候呢 我怎么做 我是每一千个抽一个 每一千个抽一个 每一千个抽一个 对不对 这一种就叫做系统抽样 系统性的抽样 你看他每K个人抽一个 每2K个人抽一个 例如每一千个人抽一个 每两千个人抽一个 每一百辆车看一辆 那这 这一个画的就是说 如果你不这样抽的话 你的收费站就会堵住了 对不对 你看每个收费站 每一台车过来都要问他50个问题 那后面全部都堵住了 但是如果我过了一百辆 我只有抽一辆才问50个问题 那一个人问完之后 过去的后面就会空上一百辆 这样子就不会塞车 所以他是比较好的系统抽样 你如果以后是做商的 跟商有关的 系统抽样就会用到 跟品管有关的 所以你看这张图 系统抽样就是 像这张图是 每几个抽一个 每6个抽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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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里有几个注意事项 第一个 所有大部分的统计方法 他都必须建立在 你的简单随机样本呢 是独立 而且是不偏的性质上面 所以呢 如果你的抽样方法 像刚刚不是有很多种 不同的抽样方法吗 有分层抽样 有重聚抽样 有系统抽样 这些抽样方法 不同的抽样方法 都要经过修正 才会 他每一个抽样方法 因为这些抽样方法 都不是完全独立 也不是完全不偏的 所以这些抽样方法 都要经过 统计上的一个 数值上的修正 才会准确 这个修正 对你们而言太难 所以 有兴趣的 我刚刚讲厚厚的一本书 连我自己都没看 专门讲抽样的教课书 但是有一个是一定的 就是你不管你是哪一种抽样 如果你没有随机化的设计 就是你没有用随机化的随机样本 那这样子你的统计的结果 一定是不可靠的 一点用都没有 所以 这一张图的意思是说 你如果你的统计的结果 要有品质保证 这张图画的是很有道理的 你的统计的结果 如果要有品质保证 你一定要是什么 一定要是随机抽出来的 一定要是随机抽出来 如果你不是随机抽的 就一定没有品质的保证 好来 我蛮喜欢这张图的 所以最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 是最后吗 还没吧 还没下课吧 还久了 我来看这张图 这张图是什么 一开始呢 我们想要分析我们整个母体 这就好像在什么 现在有一个养猪场 对不对 他买了三千头猪长 他想要知道这些猪的生长情形 那你的母体是哪 是那三千头猪 对不对 可以吗 那三千头猪 如果想要知道这三千头猪的成长情形 跟他的环境 对不对 饲养方法 跟他的环境 看他会不会改变他的什么 饲养方法或环境 所以你要知道这三千头猪 你是怎么样的 他的环境怎么样 那你要每次都看那三千头 那个养猪的人很累 假设看一头 看一头猪 你要调查一头猪 要花十分钟 三千头要多久 要 一头猪十分钟 三千 所以是不是多少 三万分钟 对不对 可以吗 三万分钟 那一个小时有 你有十分钟 所以三万分钟 五百 所以要多少 五百个小时 对不对 一天有二十四个小时 对不对 所以要多少 二十几天 二十几天 二十几天猪已经 你从第一头掉它到最后 那第一头猪又放起来 对不对 把这掉回去第一头 把后面一头猪又放起来 对不对 事都长得不一样 对不对 所以呢 而且这是什么 这是你不睡觉 对不对 都不睡觉的情况之下 所以你不可能做这种事 所以它应该怎么做 它应该是什么 是我从我的母体里面 抽出什么 抽出几只来 对不对 所以例如我从我的母体里面 抽出四十只小猪 可以吗 所以我从我的母体三千头 只要抽四十头出来就好了 四十头只要四百分钟就可以解决了 四百分钟呢 除以六十 好 只要多少 大概一天就可以解决了 大概一天就可以解决了 对不对 所以我只要一天就可以看完这四十只小猪了 如果一天呢 这只小猪可以吃到胖到很多 那也认了 对不对 好 所以我只要抽四十只小猪 看这四十只小猪的生长状况 去量这四十只小猪的平均体重 好 然后量完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结果 来估计 我们三千头小猪 它的生长环境 这样可以吗 好 所以我蛮喜欢这个例子的 好 因为它用了小猪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我们首先会先有我们的分析的目的 然后我们的母体是谁先知道 然后再来决定我们用什么方法来抽 到底是要用什么 分层抽样 重聚抽样 还是系统抽样 抽完了之后就是我们的样本 我们再去算我们样本的统计量 我们利用样本的统计量 来估计母体的统计量 好 所以我们统计整套流程就是这样 所以从下个 从等一下开始 等一下开始我们的课 都会变成是这样的流程 就是从样本里面 去算出一个数字 这个数字是为了估计 我们母体 母体的状况 好 讲完这些